青春是一场无畏的旅行 我们怀揣梦想上路 不惧未知的风雨和挑战 勇往直前追逐自己的梦想 这次的部落之夜即将开启 我妈心里还挺激动的呢 二姐你都十年老兵了 你还激动干啥 其实我还挺期待的 每一次部落之夜的体验都不一样 我参加过三次部落之夜 去年刚入职的时候就参加了 这是第一次一天一夜的部落之夜 我已经参加了五次部落之夜 这次应该是第六次了 四次了 每一次都参加了 我刚加入部落还没有参加过 时间只是数字 青春就像氧气 永远充满在我们这群人的心灵中 我觉得公司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一直能够保持青春活力 拼搏干净满满 有一群热情洋溢的同学们 一个适合年轻人 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 可以遇到非常优秀的同事 并学习到很多事情 不断地改变 每个人都有憧憬 一直不变的是变化 青春如初夏之花 绽放于生命的舞台 在过去的2023财年 每个人都绽放过属于自己的光彩 我的2023财年可以说收获满满 突破了自我 不断融入 自行 挺吃力的吧 充满挑战坎坷不断 运捡实乖 他强任他强 清风拂山岗 挺麻烦 有祈福也充满收获 有得有失 痛病快乐者 风云激荡的一年 充实改变突破变化成长 敢想敢做 青春的回忆 如同璀璨的星辰 点亮了我们心中的夜空 那些欢笑与泪水 都成为了我们生命中 最宝贵的财富 青春的我们 有着无数的可能 对未来总是充满着新的希望 新的财年 新的希望 欲战欲勇 再创高峰 希望我的大区同学 都能有收获和成长 希望脾气再来 再上新的高度 期待更多的挑战和收获 希望自己稳中求进 最好能再有一些 B Gordon 努力服务好客户 突破自我 把能量带给身边的人 希望我们品牌部越来越好 数据能够更上一层楼 跟随公司的步伐 事业上获得更大的发展 全力以赴 不留遗憾 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 开发更多的大客户 希望我的团队越来越好 每个人都成为他们想成为的样子 写手我的团队 以及客户一起快速成长 和我的组员一起 在新财年拿到季度的三 要把新工程的大楼竖起来 满怀信心 迎接未来 保持微笑 一 二 三 跳 青春不能回头 所以青春没有终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